那个长发女子依旧面无表情的凝视前方 这时恐怖再次响起 下一站,我要出来 我还在想,我要出来是什么意思 长发女子马上发出了惨叫声 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洛京巡奇 本节要讲一个都市传说 圆梦 据说听完的人都会做一样的梦 梦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一直都很神秘 究竟梦里面出现的事物代表着什么 你一定也这样想过 博洛伊德说,梦境是潜意识的体现 但有些心理学者认为 梦只是一种纯粹的神经反应 没有任何意义 但不管怎么说 梦境还是给了人们神奇的体验 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就和梦有关 这事件发生在日本 他们称为圆梦 这也是一件都市传说 在日本很有名 被日本的年轻族群拱回周知 发生的时间大概是西元2000年左右 最早是在日本著名的论坛 2CH 这个论坛上专门让人发表一些怪事 就好像PTT的Marble版一样 有一天一名网友分享关于 噩梦的文章 虽然噩梦人人都做过 其实没什么稀奇的 但这样想就错了 只要看过这篇文章的人 那天晚上都会和作者做一样的梦 剧情甚至一模一样 那梦境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音乐经微微道来 文章是这样说的 我以前做梦的时候 偶尔会意识到自己在做梦 特别是在做梦或很离奇的梦的时候 但有天我做一个梦 梦境的场景在一个没有人的电车车站 时间是晚上 有些昏暗 梦境里我没看过这个车站 就在我觉得茫然的时候 车站突然传来了广播声音 电车马上要进站了 请旅客准备好行李 这辆电车将会通往死亡 而我听完也没有感觉到恐怖 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在做梦 不过还是觉得有点奇怪 这广播都没说车站的名字 而是直接说通往死亡 就在我感到疑惑的时候 一辆电车由远而进 慢慢进站了 我仔细看了看 发现这不是一辆普通的电车 而是在观光区那种常见的观光小火车 上面还坐了一些人 他们的脸色一个比一个还苍白 而且都不讲话 我也很不怕死 想看这辆火车到底要去哪 就上了这辆车 反正我在做梦 就算发生什么也只是在梦里 我刚上了车后 就感觉到周遭的空气都很温暖 感觉真实到让我怀疑 我真的在做梦吗 不久广播说要发车了 请坐好 这辆小火车就启动了 没多久进入到一个隧道里 这隧道散发着了紫色的光 这时我突然想起来 小时候去游乐园玩过一个叫鬼屋小火车的游戏 其中有一条这样的隧道 我觉得这大概是我的童年记忆吧 此时又传了广播声 下一站 火切拼盘 没错 我也跟你们一样不知道广播在说什么 还以为是吃的 还在疑惑的时候 后面的男人突然发出惨叫声 我回头看 坐在最后面的男人 最后突然出现四个穿着破衣的小人 大概只有正常一半的身高 他们手上都拿着锋利的尖刀 正在切割这个人 他不停发出惨叫声 空气里也弥漫着一股腥臭味 那四个小人把男人切成碎片 而我后面还坐着一个长发的女子 发生这种事 他竟然还能面无表情地坐着 从始至终都没有看那个男人一眼 好像是习惯的这件事一样 本来那人也已经不见了 变成一堆黑红色的物体 那个长发女子 依旧面无表情地淋湿前方 这时广播再次响起 下一站 我要出来 我还在想 我要出来是什么意思 长发女子马上发出了惨叫声 他作为出现两个 拿具尺双勺子的小人 正在挖这个女子的眼睛 长发女子痛到脸都扭曲在一起 我已经吓死了 身体不停的发抖 很想从噩梦中醒来 因为我坐在倒数第三排 如果按照顺序 下一个上属心台的就是我了 虽然我也很想从梦里醒来 但我也同样好奇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毕竟这只是梦 真的到了关键时刻 还是能醒来的 于是小火车又广播了 下一站 脚肉 光听名字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赶紧集中注意力让自己醒来 但不管怎么想就是醒不过来 接着我突然听到机械声 像是电锯的声音 就是一个小人突然跳到我的膝盖上 拿着一个像电锯的东西 准备要下手了 我心想完蛋了 再次想方设法让自己醒来 但无奈还是醒不过来 而就在电锯声越来越近的时候 我忽然睁开眼睛醒来了 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已经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马上去倒了杯水来喝 心情才平静了一点 由于这梦境实在太诡异了 到了第二天我还记忆深刻 来到学校后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 但我朋友听完也没有觉得什么 四年后我已经是大意 每天下课就去打工 很充实的生活 早就忘记这个梦了 但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觉时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下一站挖出来 然后我又看到自己坐在小火车上 和四年前一样 那个长发女子正在被挖眼睛 我心想惨了 这个梦又重演了 接着广播又说了 下一站绞肉 接着就在电锯声离我 越来越近的时候 又突然消失了 但我准备睁开眼睛时 听到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 这次又被你逃掉了 下次来就是最后一次了 下一秒我就从床上惊醒了 但我非常确定一件事 最后听到那两句话 并不是在梦里 而是在现实世界里听到的 我知道自己下次再做这个梦的时候 不会再醒过来了 一定会在梦里被绞成肉线 以上就是这个梦的内容 其实也就是一个人做了恶梦 四年后又做了一次而已 但离奇的点就在于 很多人看到这篇文章后 都做了一样的梦 但究竟有没有人因此而死 就不得而知了 而这个都市传说 为什么叫做原梦 并不是梦境内容有关 而是根据日语法语 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 会死的梦 那本集肉精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看完这集的你 有做一样的梦 别忘记在底下留言 然后此希望我的影片 别忘记按赞订阅分享留言 那我们就有下部影片